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目呢 叫一个中介员 现在中介呢 已经是我们新八大员之一了 这个咱生活当中 都跟那个房子息息相关 都跟我们这个中介离不开 所以呢 您看我这装素 我就是一个中介员 像什么买房卖房啊 市场评估啊 这个价格分析啊 凡是跟房子有关系 您就找我 都能给您解决了 家人和朋友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呀 就是我在北京 买房子的好日子 特意啊 让王阿姨还给我 找了一个中介员 约好了今天见面 通过咱们直播的方式 让大家看看 今天我的新家究竟什么样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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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又王阿姨又直播 您就是王阿姨 介绍买房的那个网红 就是我 大波罗 小苹果 小苹果 红冰档 您到底叫什么呀 不是 我们呀 因为这平台的名字比较多 反正是这网红 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 挣钱不少呢 您是想在这小区买房 那当然了 这个小区啊 环境优雅 而且呢 谈笑有红乳 往来不拨丢 没错 我就是看上这儿了 王阿姨都跟我们说了 给您挑了一个 特别好的户型 四号楼四单元 四零四 就是您的需求 行 行吗 这时候挺吉利 我喜欢 您喜欢就行 干我们网红的 就不信邪 明白吧 得了得了 那我就带您上房 上房干嘛去 您这个干房地产 您有点职业素养行不行 那叫上楼 上房打楼顶上往下瞧啊 您别生气 我也是刚干 好多这个话术 还没弄清楚呢 上楼 带您上楼看看这房 行 好不好 家人们上楼了 好好好 老有这个 对对对 您进来您看啊 这个就是您的客厅 真敞亮 落地窗 真棒 南北通透 那好啊 行说您就在这儿 接待接待客人 晒晒太阳 您看这家具没有 中式家具 这都贵极了 房东说只要您要啊 不带走了都归您了 中规中矩 就是那意思 我只要花钱买这房 这堂中式家具 就给我留下了 都是您的呀 我干嘛呀我 我这么大个网红 用得着吗 不是你别老吞 你躲什么呀 不是您别生 你不就一看中间 我用得着你 替客户做主吗 这中式家具 我说我喜欢了吗 我这么大一网红 我将来直播 我那风格 我那场景 你知道我好拿捏吗 我就弄一堂中式家具 我不说相声 不需要你替我做主 再告诉你一遍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房 明白吗 我也不需要 给我弄什么中式家具 明白这意思没有 有事没有还 你走吧 走你的 再见 您买这房了吗 就走 我还没买这房了 您听我说 不要没关系 您要不喜欢 到时候我拉我们家 就不完了吗 我用得着你做主吗 这趟中式家具 是房东留给我的 房是我花钱买的 即便说不要 也得我处置 什么就拉你们家去 中间费你挣就不错了 还弄一趟中式家具 一万多块钱 您不是说不要吗 咱说点正事 咱先搁的 行不行 先搁的 您参观参观 卧室怎么样 对 卧室 我跟你说 买房子 咱们为什么 就为了休息 就为了睡觉 好的卧室 卧室的质量 直接决定这房子的品质 我来了这卧室 您看看 家人们 我要去卧室了 您大的方方说 没关系 刚才五百多人的 现在一千多人了 进卧室 这么多人 就爱瞧进卧室的 我跟你看这卧室 它也是朝南的户型 好啊 也有太阳 尤其您看这大床 两米乘两米二的 这大呀 就这店子 人家两万多个钱买的 那真不便宜 带按摩的 好 房东都留给您 这行 我喜欢 您试试 您上这 您试试这感觉 您上来试试 我试什么呀 我是希望 没有让人试床的 我的意思就是 这些家具都归您了 还有这房子多合适啊 我理解你苦口婆心 为我呢 跟着人家争取 这么多权益 就这意思 那小伙子 一看就刚干这工作啊 真不会说话 那您多指点我 但是就凭着 王阿姨介绍啊 我还跟你说 怎么样 明天早晨八点 咱们签单啊 这房我买了 这您就要了 成交 太谢谢您了 握手吧 谢谢您 谢谢您 想要有时间 到我直播间 给我打赏 没问题 我这房子 一砖一把 都是他们给我播出来的 对不对 您就别说这么多 谢谢 先这么招 我也谢谢您 我还有事 得嘞得嘞 你还得奔公园 接着跳舞去的 好嘞 再见 得嘞再见再见 你看我这房子 我这澎交 这算卖成了 还有什么 找我们买房卖房 小伙子 哎 呦 这那 这是 我看眼熟 这大眼 这份子 你瞅瞅 这小伙子 你看那 好吗 您也是 您也直播 不是啊 我哪 我直播不直播 您往红大 好吗 您见 哎 好啊 行 不是啊 您我明白 您要找我聊天 没那时间 没有 不是 聊什么天啊 好吗 那您找我有什么事 卖房子呀 我那房子卖了 您房子找我卖 哎 我在这住不了了 口北太差了 办走了 卖房子 您什么事 不管您找我 卖房 我就高兴 您这是给我介绍买门啊 对了 您住哪啊 我就住去嘛 就这个 和平甲园呢 就是我们这片啊 和平甲园嘛 您是哪户型啊 我是五号啊 五号楼 五号啊 哪个户型啊 五号楼 六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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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啊 六零六 豁 好不好 楼王 哎 你别这么说 全小区最好的房 我听说了啊 前两天 我们家邻居那房 你卖的 一个户型我卖的呀 不是 你所实话 您老躲着我干嘛呀 我卖的我卖的 多少钱 有那房子啊 一千多万 好吗 一千多万 好吗 这算行了啊 这算行了 我那邻居六零六 好吗 一千多万 一老头老伴刚没 马上一千多万 卖了 又找老太太 这算行了 我比着他就来吧 我买房啊 您也卖 我也卖啊 那太好了 行吗 您也是这户型吗 我不是啊 您是哪户型啊 我说隔壁 零五 零五号 最小那户型 朝北没太阳那户型 是您家 你干嘛 你干嘛 不是 你让个骂呀 就说我这房小 我丢人嘛 对嘛 我卖房子 好 你敢总结 哎呀 哎 朝北没有太阳 用得着你说吗 咱说散得行了 对吗 我找你了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很清楚 了解这户型 你不是能卖吗 我能啊 没问题啊 能说得好吗 比别人的家高点吗 我争取 说实话啊 我这房多少钱 您这房啊 两百万 不行 给您挂两百 我骂你 我骂你 他六零六 我俩爱的啊 邻居四十多年啊 邻居他卖一千多万 我卖二百万 不行 卖房不分 邻居不这么比 我骂你 您卖房人类面积 大户型好 人肯定贵 面大户型好 我这个 这么办吧 我自己定价 行不行 自己定价 您可以 多少钱 我自己定 还没卖出去 没有 我自己定 多少钱 您可以 有个心理的 这个价位 预估的价位 您告诉我们 哎 小孩 慢走啊 您先别跟他说 好嘞 我打招呼 邻居们 邻居 卖房啊 卖房 明天请你出卖 好嘞 人家都智能家庭 您跟人比不了 二百万稍点啊 您预估一个 我给您卖 一个亿 行不行 你挂一个亿啊 你学着 什么房子卖一个亿啊 好啊 有历史嘛 挂一个亿也卖不出去 你说多少钱 你稍微 就那么接 我给您涨点 涨点吧 二百五 二百五不行啊 二百五 什么借吧 没有 二百五是五不行啊 二百五是五 我争取给您卖 我争取 你信头磁荒 爱骗谁骗谁啊 你卖了就行 我不是骗人 你不就感激了吗 中间不骗人 实事求是 大一步理解你们啊 对不理解 你受累 你醒苦 行不行 我等你好消息啊 行行行 二百五十五万 二百五十五 撑了以后给你粉 行吧 我就挣我那点提成 得嘞 就这么的 好嘞 走吧小伙 好嘞 三可 好嘛 好 你看这又成交一单 至少我多一活啊 这是 是不是 而且我跟您说 我们这个中介啊 不光是卖房买房找我们 您生活当中 小猴啊 有什么困难 小猴 这就是那王阿姨啊 给我介绍客户那王阿姨 我提说了 我介绍那网红丫头 可把那房买了 正说谢谢您呢 不用 正在提成请您吃饭呀 不用 您啊 挣钱自己攒着啊 大城市挣钱不容易 多存点钱 就借着您给我介绍这生意 我现在算开了挂了 全是活 刚才啊 还有人找我卖房呢 谁呀 就咱小区王大爷呀 哦 大高个儿白头发那老头 对对对 帅哥呀那是 哦 您认识 我干嘛还认识 他跟你说什么没有 说说说卖了这房要干什么 他说卖了房以后 找个老伴游山玩水 哦 他是这么说的 对呀 找个老伴游山玩水 就这意思 小猴 大妈可给你帮了忙了 我知道啊 你也得表示表示啊 我刚才就说了请您吃饭 我不吃 我给您买个礼物 阿姨缺什么呀 那您说怎么办 我不说了吗 老王不找老伴呢吗 是啊 把大妈介绍给他呀 哦 他想着呢 小猴 小猴 小猴